嗨 我們現在剛剛收工 很長的時候拍完戲 第一時間其實我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 回家睡覺 趕快把裝卸來趕快睡覺 可是我也一陣子沒有進健身房了 所以我希望把這個習慣給養回來 要讓自己知道的時候 再忙都不能忘記 take care of your body 所以我現在重新回歸到健身房了 然後想帶你們一起跟我一起踏上這個旅程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Let's go 我現在在做的program 叫做五乘五 就是在今天所有的運動裡面 我會做五組 一個運動會做五組 可是我的重量要讓我一組只能做五下 就是叫一生五 然後我覺得這個對於就是 因為我這種剛回歸健身房的人還挺好的 因為我們要做很多是多肌群跟大肌群的運動 我覺得做重量運動 最重要的熱身不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這個硬拉 我要做的暖身 其實最多的不是說 這種cardiovascular 這種心肺功能的 比如跑步啊 ROT啊這種 我覺得我更需要的是 去做這些我要做的項目的 輕重量的這種暖身 對我來說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我們差不多可以帶給下一組 下一組 對遊戲 最後再加? 刚刚好五下 然后差不多要死了 现在是多少公斤 现在是多少公斤 现在是杆子二十 两边各一个二十 两边各一个十股是 怎么办 就是 但不是知道我的数学很不好 我现在做完第二组 我很久没回健康跑 我现在背跟屁股已经开始酸了 这个是一个很多肌群的一个运动 全身要保持非常的稳定 尤其是你后腰的这个部分 绝对不能因为重量重 然后去驮你的腰 这个很重要 不然你会受伤 做完一定要把东西处理 一定要把东西处理 我们就做气馅 下一个我们要做的鸡肉丝旁边的这个 女生不是说她很喜欢男生的那种鸡尾酒杯的那种身材 倒三长 做这个她会给你翅膀 她就是在长男生的最快的 男女都可以做这个特别好 所以我现在要长点翅膀 因为我的职业生涯要起飞了 还怕 多划一个轻一点点的吧 就是说 44磅 刚刚好压到你不会被拉起来的那个高度 我刚才带了44磅 20公斤 然后现在还在暖身我就加个10公斤 第二组暖身我们先试一下30 看能做你的啊 暖身的时候不要做太多 因为你假如做太多 你影响到你真正能做的话 那就不太值得 因为你用了一个比较轻的重量 我是说在你要做5x5的时候 所以假如我现在做30 我稍微感受到 要酸了快要不行了我就放下 因为只是暖身而已 就是让肌肉暖和起来 OK 所以刚刚做了差不多6下 5下6下 然后我觉得 我加5公斤我觉得就OK了 那我先来喝口水 然后加5公斤我们就可以开始第一组了 396下 然后加了 gro beef 1个小间 5小时 2个小时 1个小时 2个小时 1个小时 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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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降一降 假如你做到最後的第四下 第五下 然後發現動作已經開始不標準了 好像剛才已經稍稍有點要不標準了 所以這時候我就知道我的身體已經到了一個局限 那我就要把它降下來 所以現在我從35 降到30 我們還是做五下 還有兩組 我也沒在上 還有兩組 我已經做完了 然後我們去做下一組 再跑 我已經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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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了